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展望2021年 桃园市长郑文灿 带领全体桃园市政府的主管团队 进行升旗典礼 并细数桃园市六年来的巨大转变 市长希望在未来持续推动市政建设 打造宜人居住的美好城市 桃园市2021元旦升旗典礼 于亚美区市委儿童公园旁的空地 升大登场 而桃园市长郑文灿也特别带领 全体桃园市政府主管团队 进行升旗典礼 并细数桃园市六年来的转变 希望要在未来持续推动市政建设 经过六年的打拼 那么桃园的城市基础建设 大幅的转型进步 那市民非常有感 也非常认同 我想桃园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希望桃园成为 这个家庭的宜居的首选 也成为企业投资的首选 那更成为年轻人追求人生 梦想的首选 我想桃园在过去六年 人口成长了21万人 是全台湾各县市当中成长最快 进步最快的城市 民国110年桃园新气象 健康我最样升起典礼 因为英国变种病毒株 境外一路确诊病例的出现 桃园市政府为了避免传染风险 因此透过将元旦升起活动 改为全程线上直播 借此要保护桃园市民的健康安全 今年的元旦升起典礼 我们取消了建走 也取消了乡亲入场 那么改由我们市府团队来进行升起 那我想主要也是为了避免 这个群聚的风险 那今年呢是这个2021年 那么我们希望桃园成为一个 这个宜居宜业的城市 那我相信哦 市府团队跟市民共同支持 那么这些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桃园新气象 健康我最样升起典礼 虽然受疫情影响 改为全程线上直播 不过今年的升起典礼在新兴高中 一对专业且精彩的表演之下 升起仍然吸引不少民众在场外围观 希望要共同为新的一年来庆祝 记者王中军谈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跨年晚会 配合防疫首度采 线上直播的方式来举行 虽然是没有观众的 但是表演的节目是非常精彩 即使不能入场 还是有不少民众聚集在铁网外围来听歌 桃园市的青浦举行 桃园院Wonderland跨年演唱会 今年因为疫情 首度改为线上直播演唱会 禁止民众入场 在体感温度不到六度的夜晚 虽然台下没有观众 表演的精彩程度也没有打折扣 由天生歌加令陪伴大家倒数 虽然往回现场被管制 但场外仍然聚集不少民众 在铁网外驻主席地听歌 改成线上直播不能入场 有人觉得有点可惜 但也有人觉得这样反而能好好的欣赏音乐 感觉怎么样 就是可以更认真去听歌吧 不用在意旁边有没有人会急到你什么的 对啊 就是其实以往的跨年太多了 我反而觉得就是太急不太好 其实这样蛮舒服的 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 就是住附近了就可以来参加 有参与到就好了 就不一定要说很多人这样很挤 而且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样也不错 就是 希望还是可以进去演叹 因为没有看到想要看到的人 有点失望 陈灵九邱风泽就对九泽CP 也在桃园跨年晚会合体演出 最后合唱经典歌曲 天黑请闭也 让场外的尖叫声高呼不断 今天跨年晚会 曹市长郑文灿特别邀请六类职业防疫人员同台倒数 并且送花表扬 希望新年疫情褪散台湾更好 台湾能够在今年度过这个困难 真的不简单 而且病毒改变世界又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能够活在一个最安全的国度 这真的是一种幸福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改成现场转播 这个桃乐园 这个Wonderland 我们希望通过今年的跨年 2021年 台湾展现任性变得更美好 桃园市跨年晚会最后由八三要压轴献唱 带来经典歌曲串烧 与民众一起在新年同欢 为整个跨年晚会画下句点 在电影来看 大员志工队平时除了服务洽工民众 同时每个月还会召开干部会议 并进行多方沟通与检讨 大员区公司我特别举办庆祝20周年的活动 感谢志工们的付出 走进桃园市的大员区公所 热心志工亲切地上前询问洽工事项 并指引洽工民众前往柜台办公 大员区公所志工队成立资金已有20年的时间 这些年来积极服务广大乡亲 不过志工队当初成立的时候可是困难重重 因为大员地区因为是属于民俗 民情比较保守的所以当初我们成立志工队的时候 都没办法招到这个志工啊或是来做 大家把志工当的都好像是很陌生 那我们就请到这个低视台登报 最重要是请到各村的村长的夫人来帮忙 找志工来参加 后来就成立了志工队 大员区公所为了欢庆大员志工队成立20周年 不仅邀请全体志工队成员一起到场庆祝 与此同时大员志工队的专业服务 也让他们获得桃园市政府社会局的肯定 而大员区公所透过举办20周年活动 期望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今年底总共已经将近20年 那目前就是说我们的志工队总共有41位志工 那包括一位队长还有9位的干部 那我们的志工都是站在第一线办理为民服务 这一次我们志工队参加社会局的评鉴 那很荣幸也得到了特色奖 那这个东西就是要归功于我们志工队平常的努力 那像我们的干部 他们在每周每个月都会固定举行干部会议 那针对为民服务的各项缺失 做一些检讨不断的在精进 所以这一次我们很荣幸能够拿到市政府评鉴的特色奖 大员志工队从民国90年成立 平时除了服务洽工民众 同时每个月还会召开干部会议 并进行多方沟通与检讨 而每半年也会举办服务队成员大会 不仅要让志工教育训练向下扎根 同时也借此让善的循环延续下去 记者王军谈不道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有鉴于科技执法宣导成效良好 特别在事故率较高的观音区中山路二段 以及卢竹区南山路三段二处 装设了限重违规大货车的科技执法 从今天起正式开单举发 期望要保障行人的通行安全 一辆一辆的大货车快速的行驶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光荣看的就令人觉得危险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为了提升行人交通安全 从民国109年9月开始 并针对部分路段进行科技执法宣导 借此也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以南山路来讲的话 它的平均的违规的一个建数大概有95%以上 那在宣导后大概有降到65% 行军已经减轻了32%的一个违规建数 那在观音区这部分的话 在宣导期之前大概有75%的违规建数 那这部分的话也有做显著的下降 大货车的司机假如说要行进这些 所谓的进行路段的一个路段的时候 可以先向我们交通局去申请那个通行证 那这样的话你行进这个路口的时候 也请减速慢行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有鉴于科技执法宣导成效良好 因此特别僵使顾虑较高的观音区中山路二段 以及路珠区南山路三段两处的限中违规 大货车科技执法设备启用 并且警察局也将于民国110年1月10号正式开单举发 本市预计在明年的1月4号 开始进行那个大货车科技执法的取缔 那这两处的那个大货车科技执法 分别在卢族区的南山路三段 也就是在山林路跟山外路口之间 另外一处的话是在观音区中山路的二段 也就是在环中路两侧进行这个大货车的一个科技执法 因为这两处的话因为进那个有包括小学或一些学区 还有就是大路也比较庸舍也是依照发生事故的地方 因此我们在这两处进行这个大货车的科技执法 目前卢族区南山路三段为全日进行15吨以上大货车 另外观音区中山路二段则是全日进行20吨以上大货车 而超过限中的大货车若有行驶需求 必须事先向交通局申请核发通行证 在此也呼吁大货车驾驶勿散闪以免受罚 记者王中军谈报道 大溪观光不只有老街 李伯峰以木裔文化为基底 大力推动大溪没有围墙博物馆 原民选手对于台湾的帮运贡献良多 简直为成功争取职帮原民主题日 另外桃园人行道的环境不友善 蔡永芳就呼吁市府要拿出魄力来改进 而来际美洲进口争议多 林正贤就要求市府要硬起来守护健康 还有桃园老城区期待转变 黄家琪向市府提出解决方案 详情请锁定今晚的明代新在地情 生产木器是早期大溪最重要的产业 但随着时光流逝逐渐凋零 李伯峰认为从2015年成立的 木裔生态博物馆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据点 结合大溪老城区各个街区 让木裔文化再次发扬 大溪早期它是一个木裔的重镇 那包含了我们现在在整个大溪 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佛际店 一些木裔家机店 那这些呢 木裔家机店事实上所代表的就是说 木裔产业在整体大溪的发展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从Lamigo到乐天 桃园队球团向来都以举办主题日活动 为行销主轴 简志位则建议市府要积极与球团合作 在新球季举办以原住民文化为诉求的主题活动 很值得来办这样一个原住民组 棒球主题日的一个活动 那一方面能够肯定 给予高度的肯定 我们原住民球员在这方面的表现 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扬我们原住民组的文化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还有爱好棒球这样运动的朋友 甚至于我们的台湾的民众 然后更了解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 走在桃园街头 随处可见被占用的骑楼或人行道 行人被迫走到马路边与车针道 这些都是桃园行人的日常 如果又遇到公共工程进行的路段 可说是更加寸步难行 本身有骑楼的地方 人可能走了两间又要走出来 可能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违规使用 本来是要做骑楼开放式的 就违规使用当店面 那也有可能再来就是说所谓的 因为每个房子盖的时间点不一样 会有高低差的问题 高低差有些差得蛮高 差了可能三四十公分都有 这个对于那个所谓的身心障害的朋友来讲 非常不有算 109年8月底总统府召开记者会 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除了可能对产业造成冲击 林郑贤表示 食安的疑虑更是令人忧心 来个多巴胺苏生的瘦肉精 对人体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有心剂也好 有面四肢肌肉的一个颤动也好 头阴头痛还有华力 甚至恶心等影响 甚至又发生恶性肿瘤 随着桃园捷运绿线 铁路地下化等重大建设的进行 可预期桃园区中正路沿线的旧城区环境景观 势必有巨大变化 但当地的建物老旧 人潮不在 如何能在这改变的关键时期 替老城区注入活力 市议员黄佳琪有一套见解 这几年也投入了蛮多的心血 来发很多的标案 来针对老城区的更新以及复兴 但是因为其实在地人 最主要在地人其实没有共同的参与 这是最大的因素 详情请锁定今晚的明代新在地情 大家好 我是年轻世代 硕士实在的市议员黄佳琪 嘉琪也是里长出身 进到市议会 嘉琪一样秉持着年轻专业 认真的问证方式 持续的来帮我们市民朋友的荷包来做把关 针对老城区的部分 我会持续的来向市政府各局处来做监督 希望能够把老城区能够再造 能够让老城区越来越好 能够找回早期的文化风味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桃园越来越好